姜油炒饭这样做,好吃又简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姜油炒饭的家常做法 色泽黄亮,香味浓郁 粒粒分明不粘连,不成坨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简单又结地气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适量的胡萝卜 先切成稍微厚点的片 再切成粗丝 最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颗粒 丰富口感和营养 当然不喜欢吃胡萝卜的黄瓜丁也可以 切好放入盆中 再准备小葱的葱叶切成葱花 增加香味,搭配颜色 做炒饭,一定要选择米饭稍微硬一点 主要是隔夜的米饭 这样炒出来效果最好 再准备母鸡蛋一个打入盆中 用筷子搅散 准备好后,现在开始起锅操作 起锅先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发白冒烟 这样防止炒米饭的时候粘连 然后放入适量的葱油 把锅转一下,也叫润锅 这样炒出的米饭香味质 而且可以很好的防止战锅 接着把鸡蛋液拿高一点倒入锅中 用勺子快速的推散 这样炒出的鸡蛋大调均匀一致 炒出鸡蛋变形 表面稍微发黄出香味 放入少许的老抽 让颜色和少许的生抽酱油提味 炒出酱香味后 接着下入胡萝卜丁和小葱花炒出香味 这次酱油炒饭好吃最关键的一步 酱油必须通过烹制一下 味道才溶育 炒出酱油香味后 倒入米饭 这时候火稍微开小一点 这样可以防止米饭炒糊和粘锅 然后用勺子像这样 边按边炒的方式操作 这样米饭受热更均匀 凉米饭的这一步操作 大概要两分钟左右 热米饭炒这个时间稍微要短一点 我们热米饭炒 把米饭炒透炒散 炒至粒粒分明颜色黄亮 这时候开始调味 放入少许的盐就可以了 最后开大火 快速翻炒底下 炒出盐味 炒出锅气 炒出香味 最后再放入小葱花 稍微多一点增加香味 稍微翻炒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老少介义的酱油炒饭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刘亦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